当地时间4号下午 在美国纽约联合广场及周边地区 数千人参加了一个游戏主播举办的赠送礼品活动 现场人群拥挤陷入混乱 逐渐演变成了街头暴力事件 导致多人受伤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号云引 纽约警方的消息报道称 发起活动的游戏主播塞纳特 已经被控煽动骚乱和非法集会等罪名 骚乱发生后 游戏主播塞纳特一度被警方带走 据美国媒体报道 5号早些时候 塞纳特收到出庭传票后被释放 纽约警方表示 塞纳特将于本月18号出庭 塞纳特是一名21岁的游戏主播 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 不久前 塞纳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将向粉丝发放电脑和游戏机等礼物 活动开始前的航拍画面显示 数千人聚集在广场及附近地区 现场人群相互拥挤推散 有人站在高处向人群中投掷瓶子 椅子等各类物品 还有人破坏施工路障 点燃鞭炮 砸毁汽车等 随后 大量警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 驱散人群 据纽约市警察局长杰弗里 马德里介绍 警方共逮捕了65人 其中30人是青少年 视频率 序散人群 杨栋梁 警方共逮捕自然